别过来 怎么样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跳下去 让一让 我们是报社记者 这个人怎么这么想白桥薇啊 是白桥薇吗 是 不会把别人扯在你们家里下 大海是你们逼我的 说你们是杀人犯 你想进梁家 我答应你 别冲动 我要你和梁婷离婚 再进心子 不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吗 难道我爱他 也有错吗 顶户标系高能预警 准备启动 说什么白雷花 我信 男人就是你瞎 你 我不会把自己丈夫 伤给你这种人的 够了 渣男兴软质已达到百分之二十 我是不会再让你伤害绿夏的 渣男兴软质已达到百分之四十 现在倒是福气一停了 是不是想让我跳下去 你们好过小日子 如果我把梁群那些恶心事 在这里喊出来呢 我当初怎么会为这样一个人过来 白婷 你也爱他 你怎么能毁了他 渣男兴软质一达到百分之六十 这种窝囊质 只有你才稀罕 我看不上他 他以为我很爱他 少自作多情 我可是卫少帅的女人 什么明朝豪宅没有 会看上他这种 靠妻子嫁妆来养的虫鞭 开婷 我看错你了 男兴软在我心中 永远是我顶天立地的丈夫 感谢敌方老铁的努力收出 你真是太肯浅了 我没空听你修文安 男兴软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上 要让所有下一场场 渣男为了人生抛弃的感觉 不离婚 我就跳下去 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会不光 我不会离婚 就算 你少表演什么事情异重 我同意了 我同意和良群离婚 不要 只要你放过他 渣男兴软质一达到百分之八十 从你娶我开始 你就是我的一切 我会为你付出一切 你而开始让我离开 宋仲仪忍住 只要你心中还有我 立夏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最高纪人不能休丑 你 把你这九十了 也不贵一贵 立夏 立夏 是我对不起你 宗夫人 请问跳楼女子 请问你跟您招 方便进一步采访吗 大家先静一静 有件事我要公开宣布 我和良群先生 已经嫌疑离婚了 虽然我会带走我的嫁妆 但我也会侍奉我重伤的婆婆 帮助我的前夫 苏夫人真是前妻楷模啊 能照顾前婆婆 真是孝顺啊 前夫出轨了都这么大多 现在应该叫苏小姐了 我会支持我的前夫 去寻找新的爱情 并且在困难时 帮助他们 改模啊 真不错 苏小姐人真没得说 夫人 不 小姐 你准备好了吗 走吧 小姐您怎么穿成这样啊 您不坐车从后门走吗 我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当年从梁家大门抬进来 今日自然风风光光的 从大门走 多嘞 穿了这么久的旗袍 当然要放松一下了 以前怎么不见你这么兴奋 因为我马上就要成为首富 早上人生巅峰了 你的梦想不是包养十个小白脸吗 你这么酸 肯定没有享受过 这种有钱又快乐的感觉 有 怀愿是拉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这个星期 姐 弟弟 书架是我背的 自然也要我带你回去 宋主 我们就这么走了 斩讨不出根 不符合你的形势风口 毕竟他们以后还有大户 这个时代说着开放文明 对女人却苛刻残忍 不拿他们双双好名声 怎么对得起梁家这些日子的照顾 白天知道的剧情我也知道 她不想救的人我可要 卫青让要出意外的白月光提前回国 就是重要的一步棋 请问绿夏在吗 这个姑娘叫文小薇 原著中苏绿夏的童年好友 也是位少帅的白月光 你回来了 绿夏 小薇 你给我打完电话 我可是马不停地赶过来的 上一个因飞机失事而去世的人避免死亡 也是令人开心的一件事呢 你居然趁着我留学结婚 这不一听你要回来 我直接就把婚离了 就怕你一个人单身会难受 离婚 你该不会是旧身出户了吧 请身出户的可不是我 怎么了 清汤刮水的怎么吃啊 妈 要不我们出去是吧 过两天我就发心了 也把这个陈茶换成新鲜的好吗 儿子 你去把房子要回来吧 我在这里实在是住不下去了 你这是要我的老命啊 妈 那个房子是绿夏熟回来的 我不管 房子是我的 谁也别想拿走 你这个皮猴子 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告诉我 我帮你收拾它 我怎么可能被人欺负呢 不会 那你有没有想我呀 有没有 我保证 有个人比我更想你 咚咚 走了 我这个地方还不错吧 那我以后来 是不是都可以救出免费 夫人 这位是文小姐 我的闺中之友 文小姐你好 宋主也开到 操心儿女婚式的年纪了 万万没想到还得当自红娘 虽然也没觉得 秀卫的有多靠谱 魏 魏青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认识 嗯 那是我之前 在我们学校留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男神 我超喜欢他啦 但他对我很冷的 走 别别别 我会不好意思的 我却真不行 魏少帅 好久不见 给你介绍一下我好朋友 文小薇 刚从德国留学回来 小薇 不 文学妹 你这次回国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早 早知道 我好给你准备接封业呀 走你谁不许我谁呀 为了感谢苏小姐 今晚全场我来买单 坐下 丢死人了 大家 偷点些跪的 给苏小姐拉拉生意 你看 脸儿啊 哼哼 宿主 你胡信千少爷了 怎么还捉不及当人 当然是 黄火堆里加点柴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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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哼呢 哼哼哼